因為他們就隔我兩個座位 結果我一回去 坐下來我的手放在我的扶手 我就摸到滑滑的東西 然後你摸到之後 我是根本不敢拿來聞 趕快擦 趕快擦 然後跑到經濟艙的廁所去洗手 可是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有所謂的 我不知道老師這樣對不對 就是有那種迷思對不對 尤其外國人不是講說 有3萬5千公尺俱樂部嗎 像妳剛剛已經清清 到最後已經都坐上去 我們根本不會讓客人坐上去 客人在清清清的時候 我一個同事就說 先生 要不要喝點東西 我會去打斷它 對 然後再先生 客人就 先生 沒關係 那我去拿一塊蛋糕妳嘗嘗看 然後他就真的拿 他真的已經又再進去清 他就拿個起司蛋糕就拿過來說 先生 嘗嘗看 那男的這樣 嘗嘗嘛 你看這起司多香呢 先生 我餵你吃 對 他說你嘗嘗 你嘗嘗這個起司蛋糕多香 結果那個客人已經被他煩到 好了 兩個坐我去了 然後就完全被干擾 如果他跟妳講說什麼 沒有關係 妳先割的 我做完就吃 可是他中間就隔一段時間 就是先生 他就完全不會讓這個事情 就是一直持續 他說那這樣子的事情 高空 黑秀 炒飯這種事情 有分外國人比較多 亞洲人比較西方人比較多 我們看到 歐洲縣的人是比較勇敢 奔放 是不是 是比較勇敢 而且我報給大家 另外一個空框一點的地方坐 不要在位上坐 因為會影響別人 在廁所坐 人家外面在等廁所很麻煩 所以在哪裡 在飛機 飛機的最後一排 因為那個椅子沒有辦法往下躺 它的椅子 跟後面是中間會有一塊 三角形的空間 一共有五個人的座位 妳又可以全身躺平 完全不用受干擾 那 後面送餐也會壓到妳 妳這樣 整個人 就因為捕上椅子 一個人200公分 可以躺進去了吧 我們就曾經遇過這樣 真的 真的 我們在開始送菜 就發現怎麼那個後面有東西 有洞 會在洞 我嚇死了 我跟同事講說 有東西在那後面洞 因為他那毯子蓋著 結果我那個同事大哥 就把那個毯子翻起來 四隻腳 他說別吵他們 我們繼續工作 我們就繼續工作 所以乘客真的可以講 妳不要吵我 他真的可以 然後妳們就 也沒有什麼資格好吵他們 不需要去干擾 妳好好惜喔 要是我一定去把它打斷 好 空中有空中的 地面有沒有地面的一些驚魂 或者是麻煩 或是難搞的客人 有一次我們航班 也是在登機的時候 有一點小小的延誤 因為航班回來晚 大概20分鐘而已 20分鐘還好啦 對啊 20分鐘還好啦 可是有些客人 就稍微比較緊張 然後就圍過來 在妳面前一直問妳 不好意思主持人 妳就跟我這麼近 然後我後面還排著客人 然後大概也是這麼近的距離 反正我是櫃台 我是櫃台 對 你是櫃台 是客人 對 我就問妳說 小姐 不好意思 你們今天飛機會延誤嗎 這樣子 不好意思 大概20分鐘 OK 好 下一個 大概就站在我後面的距離而已 小姐 不好意思 你們今天飛機會延誤嗎 差不多20分鐘的時間 請稍微物照 大概20分鐘 那大概還要多久 20分鐘 不好意思 也是在這邊嗎 對 就在這邊 再過20分鐘飛機會就可以了 OK 好 再過來一個 也是一樣 小姐 不好意思 你們今天飛機延誤多久 我寫個牌子好不好 我就寫飛機 再過20分鐘可以起飛 你知道嗎 客人其實跟 其實這三個客人 站的距離大概就是這麼近 然後我跟他們的對話 就是這麼近 按理說 妳站在妳後面這兩個 應該也聽到我的對話了對不對 妳問的問題既然都一樣 妳為什麼到我面前來 還要再問妳 是一模一樣的 最後跟我一起在登基門的 那個地勤人員受不了 是個男的 比較資深一點 好 最後就這樣 各位 主客 你們注意一下 今天杭州的航班延誤20分鐘 20分鐘後可以登機 還沒有問題要問的 還沒有問題要問的 有... 對不起 請問一下 那個飛機大概還有多久 那妳跟你說了 20分鐘好不好 20分鐘 現在那個 大概還有多久可以起 我們已經說了是20分鐘 不要再問一樣的問題了 我整個其實在旁邊 我還滿傻眼 因為我沒想到 他會用這樣的方式去 跟客人解釋現場的情報 是這樣子這樣子 有沒有人很無理其道 因為我們其實都知道說 一個人其實只能帶一件 手提行李上去對不對 而且也不能超過一定的尺寸 也不能帶太重這樣子 可是有些旅客 他們真的可能是很怕到那邊 還要等拖運這樣子 他們就而且登機門的時候 也買了太多的Duty Free 所以他們就每個人拉著一個 20吋的拉桿箱之外 就還要再買很多的Duty Free 買這麼高的酒 這麼高的酒 還不只買一支 買兩 三支 一個人不只能帶一瓶嗎 我管妳的 反正我就是要買這麼多這樣子 然後妳跟客人講說 先生 不好意思 一個人其實好像不能買這麼多 先生回答妳說 沒事的 我在那邊已經打通好關係了 沒問題的 妳不用擔心 或者是每個人都提著這個 很像36吋液晶螢幕的大小的 LV紙袋 就要直接載上飛機 對 LV紙袋 然後裡面全部是LV 或者是Prada紙袋 裡面也全部都是Prada 儒納擺得下對不對 我的那個 Cabin裡面的位置是很有限的 我們常常有就是為了這個 然後搞到飛機要延誤 因為真的擺不下 我們如果有一次 我們桌商長真的沒辦法 只要擺在廁所裡面 對啊 請問走進廁所 對不起 裡面在黑修 真的沒辦法擺在廁所裡面 然後把廁所稍微關起來這樣子 對啊 太扯了 我有碰過那個地勤 還有一個很誇張的 就是有一次 我要從台北搭飛機到高雄去 現在飛機就延誤了 就延誤了之後告訴我們說 因為飛機稍微有點故障有沒有 修完之後就可以起飛 結果我們就等了大概差不多 快一個小時 那小時之後就看到地勤 就開始廣播之後廣播 不好意思 剛才因為那架飛機有沒有 因為那個幾乎破了一個大洞有沒有 然後之後我們就用那個 飛行膠帶已經把它給貼起來 就是我們俗稱的 航空OK棒 它已經貼好了 這個80萬飛機的旅客 麻煩你請一吋財罪稅序上飛機 妳敢不敢搭 對啊 這廣播值0分 那老師這樣子的情況 妳可以聚搭嗎 當然妳已經買了票 這個飛機如果是正常購 妳還是得購 但是因為這個廣播這有問題 通常我們不會 就是一些 minor technical的問題 我們不會講得這麼仔細說 有個航空OK棒已經貼好了 我覺得那個廣播值0分 其實我們剛剛聽到 地面上也會有地面上的問題 天飛在天空上也有天空上的問題 但是就是這一種 這個算不算OK 它在地上跟在天上都可以製造問題 妳厲害 我不是製造問題 妳們就聽我把話講完對不對 像以前我們要做工地秀的時候 工地秀真的是我金錢來源的命脈 工地秀也是搭機感不會吧 我現在這樣子 我禮拜六的下午要唱板橋 板橋唱完了以後 在禮拜六的下午 我還要唱台中 它是台中的埔里 妳賺錢挺拼的 然後完了以後 晚上要唱台南 所以我的交通工具要分別 不同的交通工具 就是我自己的車子 先出發 叫我的男朋友往台中開 到台中去等我 我先叫一部摩托車 因為禮拜五 禮拜六 一定是塞車的時候 所以只有摩托車可以叫 亂鑽亂跑… 所以我就叫了一部摩托車 先從摩托車做到吐城 當…開場 第一個我就先唱 人家2點鐘開場 1點50我就說上去唱了 你知道 我就先人家來了… 然後摩托車 摩托車要停下來 如果沒聽我唱歌會嚇死 會去唱會這樣子 好 大家都停下來 完了以後我就趕摩托車去機場 坐上飛機去台中 很高興坐在飛機上 飛到台中的時候 那時候台中是小飛機 一上去的時候 它就開始 然後呢我就覺得 今天氣流不太好 我就坐在那邊 空中小姐就問我說要喝什麼 基本上都是發鋁箔包 對… 我旁邊那個男的 她還跟空中小姐說 上飛機下飛機 示範穿安全帶 妳還要叫人家去給妳泡熱茶 那空中小姐也很好 就給她泡來了 剛泡來她拿在手上亂流 你知道那熱茶有多燙的水 她剛好拿到 那個亂流就 咻一個這樣 就碰到她自己 我還在旁邊泡這樣 啰嗦 啰嗦就會遭報應 然後完了就飛機 到了台中 我想說 到了台中我很高興 等一下下去了 突然之間 警察廣播 對不起 因為現在天氣不好 我們在台中是 那時候台中是沒有塔台的 它沒有塔台 沒有塔台 所以所有的飛機 是要用目測 有這種事 目視來降落 然後她就說天氣不好 所以不能降落 我一聽 我要是這場不能降落 飛回台北的話 我台中這個埔里這怎麼辦 然後我的車子已經下台中了 晚上我要唱台南 這怎麼辦 對 晚上台南完了還要趕高雄 這樣子 妳真的挺平的 我要是這場沒有唱到 我後面全部完蛋 而且不到的場 每一場都要賠錢 我就緊張了 我就衝起來 你知道 因為小飛機 那個船長那個門是沒有 幾乎沒有門的 對 然後我就衝過去 怎麼會不能降 他說 因為沒有塔台所以不能降 我說可是我現在 我就講話 我怎樣... 其實聽說 真的 你知道賠錢很多錢 我說對啊... 他說好 我想辦法 我盡量 只要我看得到 我就給你降 我就說好好 我就很高興 又回去坐下來 又扣上安全帶 還有一個廣播說不能降 我說為什麼不能降 那個空中小姐來跟我講說 船長叫我跟妳講說 他要幫妳降 可是呢 地上控制他的那個塔台說 不可以降 叫他一定要回去 安全為上好嗎 小姐 對 我就說等一下... 我就衝過去了 我說妳先不要回去... 妳那個救生意給我 降落傘給我 妳先讓我跳下去 死活我自己負責 我先死 我要給工地人交代 因為他們來機場接我 我要死在他面前給他看 我到了 我不要賠錢 我不要賠錢 不但沒賺到還叫我賠錢 然後旁邊又聽 羅小姐 妳要去過工地救 我有一個500萬的聲音要談 這樣子好了